那你遇到谁都不对 那你在那些年你哪些状态是不对的 我不对 我太不对了 有哪些方面你觉得是不对的 说起王力宏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才华 他在音乐创作上很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 愿意挑战自我尝试各种风格 被大众称之为音乐才子 但谁也没想到结婚后的他很快就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爸爸 原以为结婚后的他会继续做出令人震惊的音乐作品 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了 当大家都以为他一时在酝酿自己的音乐创作 也或许是在家还要陪伴自己的亲儿 他将成为下一个被大家称为是 国民老公以及国民父亲时 谁也没想到他却宣布了和自己妻子 李经磊宣布了结束八年婚姻的消息 让大家对他们的感情抱有结发到老的期望破碎 原以为两人会像是其他普通父亲一样离得很欢快 但谁也没想到王力宏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 竟然一分价钱都不愿意分给自学前妻李经磊 要知道李经磊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嫁给了王力宏 这些年一直在家相夫交子 期间没有任何孙主 与王力宏光离婚之后 不但没有收到自己应得的财产 王力宏还曾威胁李经磊搬一搬家 不料李经磊却不让王力宏进入家门 不少有见词举动都成太刚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王力宏被居家门一事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